大伙儿都过来一下 想必大伙儿都听到外面的风声了吧 有的班级要为此罢课 谴责咱们教学不公 我奉劝各位 如果你们之中 确实有人做了此等下作之事 暗通款取 一经查实 立刻取消你教官资格 做此事的人也不想想 这样就能让总司令高兴了 如果作弊能拍上总司令的马屁 那我们总司令的人格也太粗笔了吧 进口 都是你这个独书分子闹腾 纸上残兵的事你扔什么扔 现在可好 连我也怀疑伤 你在说我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胡教官待会儿要带人来我们驱队进行考试 人身的作为顺序全部打乱 除了笔 一片纸都不能带进考场 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试官本校的名誉 事关本校的名誉 还有公正的教学态度 已经水落石出了 答案就在这儿 张学良同学并没有作弊 四道答题 涉及了步兵 骑兵 炮兵和空军 唯有张学良同学 获得了满分 试卷就在这儿 欢迎同学课后查试 老板 行啊 还行啊 还真没作弊 这我真没抄啊 行啊 我知道 怎么抄你 我过了 我过了 小鱼 我过了 看到了能跑 我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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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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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我刚和你谈了 战术和我合作 就有人往你我身上泼脏水 能和教官一起来吗 那是荣誉 你 你就一点都不生气 我生生气 无所谓 臣说力可真好 有点统帅的味道 你知道吗 我算什么呀 一个小小的学兵 你教官才是 乡君未挂风猴印 腰下长玄带醒刀啊 郑韩晴 风尘寄人类 也是奇高一招啊 我这可不是风尘 三国演义里的词 用在教官身上 正合适 将军未挂风猴印 腰下长玄带雪刀 我郭松凌 还真就喜欢这境界 韩晴争气啊 起草命令 晋升张学良同学 为卫队里少校营长 死定要在全校公开颁布 死定要在全校公开颁布 我这次合适的 我来自给你 自己的词 第二次 是 我来自行的 是 我来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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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伞轻 行成大 套默默默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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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清 这以后是我管你啊 还是你管我呀 哎 卫队旅少校营长 你管得了吗你 就是啊 老楚 你野心还不小啊 谁都想管 去 哎 不管 管不管哪 咱五班都比别班神钱 那是 那是 哎 韩清 要我看 干对你也能取得掌算了 我看以后谁敢欺负咱 救救救救 兄弟们 学期未完之前 我张学良就是一个学员 老楚 嗯 咱五班 还是你做主 行 韩清 我跟你打杂 兄弟们 兄弟们 都听好了 学校下今夕要在拘留河一带举行夜间战术科目 都给我好好准备 别到时候窜息 与本班名誉不利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 快快 注意力快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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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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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Rafi 你 来 班长 去吧 走吧 张营长 那边待着去 去哪儿啊 瞧见没 今天在哪儿去对手上 请你啊 喝汤 老楚 咱五班 就这么被二区队给放倒了 听说过天家好吗 场白山灌匪 没错 二区队队长以前是天家好的二层家 二区队的七班八班全都不是五班 行啦 专挑月黑风高之时大家结社 这班人的呼呼 你弄得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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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人一到夜晚要是贼俩 真是 一汽五班怎么回事啊 快打我 学员张学龄 到 你过来 还记得别动 演习还没结束呢 这就放人 账怎么算呀 鲍玉帘 诚心让我出洋相是吧 他妈的 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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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弄死他我 你犯什么魂啊 你干嘛呀 帮子 是没当上营长吧 跟我们张家过不去 就你老豹家 配吗 你说什么呢 学成 配吗 他妈的 学成你下手还真狠呢 在你主子面前邀功呢是吧 鲍玉帘 你 鲍玉帘 你说什么呢你 我说什么 我呸 从小到大谁不知道 他张学成就是你的狗腿子 骂你 别打他 我打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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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再动一下 下个子弹就不是往天上打了 童童哥老子快回去 快 要不是全部给我禁闭 你回去吧 今天这事 事也别讲 是 怎么 泄气了 将军不挂封喉音 也不选 也不选 人 带血刀了 教官 你别再嘲笑我了 我现在心里跟吃了苍蝇似的 学成是我二叔的儿子 他爸打仗死了 后来 我爸就把他们一家 接到我们家来养 把他当亲儿子养 可我心里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我当这个营长 他比谁都嫉妒 问题就处在这 只要军队是私人的 那么一大队沾亲带故的 你永远也摆不平 私人的 现在中国有哪支军队不是私人的 甭管是 越军 支军 奉军 鲁军 就拿奉军来说吧 你夫妻是老的 可是你再仔细看看 这底下跟葡萄似的 一堵里一堵路 有奉的临了旧部 汤鱼临的 还有 吴俊生 孙烈臣 张奏相的 这么些个小帮派合起来 就成了大帮派 作为老大的你父亲 不过是靠了这些人的拥戴 还真是这么回事 如果有哪一天 这些人合着心了 不再拥护你了 你说你父亲手上还有什么 这样的军队充斥着人身衣服 有谁在关注国家民族的走向 完全没有理想和追求 用不用你 不是凭了你的能力 而是看你小子 是不是跟我们一拨的 那你是哪拨的 孙中山那拨的 我听说 你曾经追随他在广东搞过革命 江武堂开学典礼那天 你父亲跟我说 郭教官这些年 随着朱青兰去了南方 外面不好混吧 你是奉天人 还是回来的好 跟咱老张干 保你有混头 我爸就这口气 是 那你愿不愿意跟他干啊 你再替你父亲选教 不行吗 笑什么呀 很轻 你以为这是半家家 半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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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大侄子 这才几个月啊 咱又黑瘦了呢 老叔 你这儿有烟吗 你想抽香烟了 不是 拿回去 给班长抽 这还真没有 我这一两个月才来一两次 要不叫人给你买两条 别了 江武堂总办出去给我买烟去 传出去别人心里怎么想啊 行啊你 知道影响了 你爹问我好几次了 问你咋样啊 你哪知道我怎么样啊 从我的位置到你的位置 中间隔了十八层台阶呢 我有那么高高在上吗我 俩月来一回还不高啊 也是也是 是 你老叔也坚持太多了 总参议 警备总司令 二十七师师长 还那卫队旅旅厂 江武堂总办 要不说呢 得多培养人才 六子 你跟我说说这个学校办咋样 伙食是真不怎么样 是啊 我说我家庭叔那小脸蜡蜡蜡蜡的呢 我就感觉这上头真不咋样 学校是难一些 又不能抽捐抽水 又吃不了空额 就值那几个钱的伙食费 行 我知道了 我回头啊 弄几个钱给你们补贴补贴 一星期能吃顿肉 还是能办得到的 那个教学怎么样 教学嘛 有高有低 也难怪 咱们的教官 大部分都是日本师官学校 毕业的 张嘴闭嘴就是日本陆军如何如何 但是啊 也不都这样 不这样的呢 讲课就生动些实用些 我心想啊 咱们学日本人那些玩意儿 有什么用啊 那是人家的东西 人家拿手 咱们弄这一套弄不过人家 人家也不怕咱们 咱要弄 就弄点让他们害怕的东西 咋不说了 我觉着 你可能不感兴趣 你个溜子 你咋知道我不感兴趣啊 咱们这帮学员 大部分都是陆林航母出身 功夫了得 枪法又转 那单杠大轮环 一轮就十几个 他们不差这些基础 差就差得协同联络 这帮人呢 也不堪教练 人家也不愿意被你教练 人家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就是学新战法 新的协同作战 就像我爸说的 他那些老法子已经不灵了 得改改 可咋改呢 六子 没想到你侦探娘的 还挺有会根哪 啥会根哪 老叔 像我 玉莲 庭叔 跟他们就正相反 我们差就差在基础 差就差在体力 可是这协同作战 咱们可比那些陆林航武要 多长见识 为啥呢 咱看书多呀 你像伊斯大战 日俄战争怎么打的 新武器新战法怎么用 咱没来学校就门清 指挥奉天会战的大山元帅 咱还跟他一个桌吃过饭呢 我爸还让我亲自拉过他的手 你这样的家庭才有几个嘛 所以我在想啊 咱们学校就应该少讲基础 多讲协同作战 要不来你们讲武堂干嘛呀 走 报告 学员张学良 休课时间已到 请求归队 好好干 都说你两次月考都得第一啊 我还以为有他们什么猫腻在里边 看来还真不是 行 你小子行 继续这么干 是长官 好 安清 你确定 你父亲邀来我们学校 看二百米战术场地 还有夜间课目训练 到底是老江湖啊 一眼就都差到关键 我考察过日俄战场多个战役就职 几乎每场关键之战都离不开这两个特点 一就是夜战 二是敌我双方几乎都是在最后两百米之内决出胜负 现在陆军战术教学 必须抓住这两点 抓住这两点就好比围棋坐乎了两眼 可你觉得我父亲会喜欢这个吗 我不能保证他一定喜欢 就算我不能保证他一定是一个称职的统帅 我父亲这个人呢虽说没什么文化 但是呢不糊涂 也可以说是聪明绝顶 辛亥革命的时候就领教过了 听说我 他随时都在变怎么有力怎么变 这就是你父亲的政治 可是我父亲这个人呢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守旧 有的时候专横 有时刚愎自用 有时出尔反尔 但是呢 他特别爱护他自己的名声 你别笑 这是事实 我真的没有袒护他 你既然有自己的志向 何不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 有何作为 你想听真话吗 想啊 东北军事就是五败继续改革 你既立志救国 当立志先救东北 东北军事改革 军力加强 对内对外军有重大意义 你当振作今生 一心一意做真正军人 改善你父亲的军队 这比任何事业都重要 且你比任何人机会都好 也比任何人更容易做得成功 学生该从何着手呢 你要做一个木匠 你的第一个计划 不会是去造一栋房子 你得先试试做一些小东西 比如桌子椅子板凳一类的 桌子椅子板凳 你不是说 你父亲要来学校 验证我们的新式教育方法吗 我们就从二百米战术场地 和叶江科姆演练入手 我们也要让他 骑虎灌顶如沐春风 阿清 这个画 揍得二军队一帮灌匪 你是咱班长 你输了算 行 哥几个 别的出洋巷 跟我好狗 都得拼命 听见没有 听见 25分 撤 撤 是 是 有 是 有 是 有 NSTORimo 不错 真不错 抛司令一定满一 如果我所有凤军 都有着二百米战术协同 那面包必然大改 那要是有炮盆协同 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应该更好 那就 就 掉两门炮来 不炮协同得有个模糊时间 信用学员都不曾练习 我怕一下子协同不来 我驾走 一下子协同不来 那就两下子 三下子 董司兵不一定要看结果 看看过程也好 你说呢 国教官 明白了 长官 带我去见见六子 是 这小子还真行啊 来 走 不错 不错 小子 挺勇猛的啊 打小我就认为你是个五级六手的兵样子 没想到在这儿生龙活虎来了 你到这边来 我有件事跟你说 还真的不错呀 不是我当着他们的面夸你 我看你冲在最前头 别回报 伍班长 要继续保持下去 带到家回去洗洗澡 带回 是 一句话 整理装备 回去洗澡 是 枪 拿着帮我拿着啊 这个接下来呢 我跟你生个团长 团长啊 我 我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起 起 起 好好好 我 笨 下去了 晚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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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快快快快 谁啊 三跑啊你 快点 别干啥干啥快 这么做呀 打打打打手一下 好 哎啊 这么快 别知道了 快点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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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这毕业了 不得当旅长啊 你还真猜对 张长官今天打我招呼了 他说 我一毕业 他就把卫队里旅长的位置 让给我坐 他现在就让我以二团团长的身份 参与到卫队旅程工作上 明天啊 还让我去二团认认门 行啊你 你小子 我熬了十二年 才混了个小连长 你这一下子都当旅长了 你别笑我了 我现在还蒙着呢 你蒙啥呀 你这叫啥 你这叫横空出世 横啥工出啥事啊 这历史上的名将 大多数都是横空出世的 论资牌备混上去的不多啊 你说要是按论资牌备来说 能论得上的韩信 北京 活血病 论不上 你看看你韩信这小脸抽抽的 至于吗你 你这叫啥 你这叫临时而聚 你这叫临时而聚 豪平哥 记住了 别只搞强 别不知道天高地厚就行了 那你说我明天穿啥 是穿咱学兵服啊 还是上校领服啊 穿啥都一样 只要咱心里有 穿啥咱都是团长 此发来 汉青 班长 来 面片都好了 走走走走 立正 这里就是禁卫一连 率府的群务就是由一连轮值的 负责总司令的警卫安全 对 宿舍是吧 对 进去看看 请 团长 又贺 这么多鞋呢 是的 勤务需要 猪皮鞋 天官鞋 三民主义武权宪法 全是时下最时髦的鞋 贴身的琴务 还配有墨镜 瓶光眼镜 短枪就配了三种 搏壳枪 瓦牌鹿子 和左轮 瞧瞧 都保养得很好 赵营长 我不是来检查你们总司令禁卫的 你们天天在总司令面前晃来晃去的 肯定体面 我是来看你们作战联的 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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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这么着吧 都没准备 等哪天找时间再看 六子 你叫谁呢 赵营长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你的团长 你要再跟我嘻嘻哈哈的 我就罚你 让你的作战连到操场集合 带上武器 立正 怎么回事啊赵营长 你们作战连的人呢 怎么就这么几个 报告团长 新任黑龙江省都军孙炼臣搬家 五十名公差去了火车站 就算有五十名公差呢 还有一百七十二人 人呢 上街的 私架的 火房帮厨的 还有 仅仅赵营长一个营 就这么一个懈怠劲 那其他两个营 是不是也应该 吹集合号拉出来看看 威队里二团的装备是最好的 人员都是百里挑一的 连你们都是这么一个劲 那其他部队能好吗 今天就这样吧 解散 张团 你他娘的喜顺儿 净吹牛 你不说少龙家是你炮大的吗 那没错啊 两岁我就抱受伤 吹牛 那怎么一点面子也不给你留啊 知足吧 搁别人 早关你们禁闭了 也是啊 解散 管家 车子派去多久了 找没找对地方啊 应该到了 来了 姐姐好体面啊 到底是女子师范学堂毕业呢 真雅致 走 妹妹现在身子重可得当心 遗产期弄清楚了吗 医生说就这星期的事 是吗 那可巧了 冒陈和汉青也在这个星期演习 双喜临门 汉青在电话里跟我说了 说你那郭儿学校的事 看看我们能帮上啥忙不能 那就谢谢奉执了 过门坎小心点 可不吗 现如今啊 我就是手帕掉地了 都得让旁人帮着捡 我公公啊 问我几次了 说你怎么也没个客人来找你啊 那说一个女孩子 咋能没点交际呢 这下好了 咱有交际了 帅爷在府里啊 在 他在书房办公呢 没事 咱聊咱们来 那好嘛 有啥不好的 坐坐坐 你说呀 自打我于凤志 嫁到这帅府 我就算卖给那老张和小张了 替老的管账 替小的管家 那伙房 每天进百号人吃饭 还有外面工厂 商铺 那都得我帮忙管着 我公公放手 钱的事我能说的算 你就直说 你那个什么孤儿学校那个经费差了多少 我帮你补上 那 你就先看看这些材料吧 我这七八个衙门 赚了小半年 都红口白衙的 给我踢回来了 你就说多少钱嘛 总共加起来 得一小三千封闭呢 行 一会儿带你去账房求钱 可是 姐姐 甭说你是汉青的师母 就凭你自筹资金维持奉天唯一的孤儿学校 那也是功德无量啊 这区区三千元奉票 就让你忙活了半年 已经怠慢了 再说了 我公公的钱是私产 用不着那些个什么七拐八拐的手续啊 我先给你求出来 你先顶上用 行吗 太难为你的奉执了 你别这么说 那现如今 你我男人拴在一根绳上 那你的事还不就是我的事啊 这盒点菜吗 不点 人还没到了 什么人哪 让你等这么用心 少打开 小二来壶酒 来了 你啊 是我们小店的老主顾了 每一回来呀都是你做东 就没见别人掏过钱 这要是换了一般人哪 估计早就给吃穷了 不愿意 我知道你是谁 我谁啊 要不然我跟你画楼上雅间 你另收钱不收啊 不收好才上去 你这样身份的人 还在乎这点小钱啊 我什么身份啊 我当然在乎了 来来来 我替你换啊 不能收钱啊 绝对不会 汉青 郭教官 那个正好 老板娘给咱们换楼上去 都说这儿是你张汉青的第二食堂 你有钱哪 财散人俱 你跑江湖堂巨人来了 您楼上请 请 两回两宿我替你定了啊 我去过二团了 凤君的精锐尚且如此 其他的不对肯定更糟糕 你还能指望他们怎么样 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 项梁不正项梁歪 关内关外都是些什么人在摆弄权柄 顽西 直系 还有咱们凤西 一伙强人在胡闹 我今天你和我联手打他 明天他和你搭起火来就打我 乱哄哄闹嚷嚷 李方昌把我登场 你父亲也不能免死我 听说他正往官吏做打算 联手直系对付晚西 这有什么关系吗 咱们没有关系 军队是国家的脊梁骨 一支只有厉害 没有理想没有信念的部队 能成为好军队吗 我很同意教官在课堂上讲的 所有的理念 军人的天职就是应该以为 实际上呢 他们做到了吗 没有 所以汉晴 要想改造自己老子的军队 说说容易 老板娘 麻烦你上菜 好嘞 二位万用 我就为了一口 没有啊 你说得对 改造自己父亲的军队 实属不易 卫队里是我父亲的军队 可是现在 这支装备精良的军队 实实在在地掌握在我的手里 所以今天 不是 我是想请教官出身 管理这支军队 需要你的智慧和能力 你得帮我 叔叔 你今儿怎么这么晚啊 吃饭吧 你吃吧 我吃过了 小张请的客 是吗 又请客 他要我帮他 替他掌握卫队旅 小小年纪 就要做旅长了 是吗 来 给我的条件是 旅参谋长 担心是他旅长的一切职群 也就是说 他小张挂旅长之名 我郭松陵行指挥之使 条件他开的 不愧是老张家的种 干脆着呢 好 我看你啊 难以拒绝 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他 点脸他能否托付 却没想他也在观察我 而且先我下手 要是我郭松领入他张军阳的帐中 你说这事闹他 答应他 这机会千载难逢 既然要共事 不妨率真一些 听见我说的了吗 还有一件事 风至怀孕快足月了 你得给小张放两天假 让他回家安抚一下 晚安 知道了